国民党本县县党部昨天上午10点在救国团活动中心举办了庆祝建党129周年的党竞 表扬资深建林党员 中央党部秘书长黄建廷特别跨海来到澎湖宣讲并且加油打祭 也获得在场的党员热烈欢迎 并且请托大家踊跃拉票 让被提名的侯康佩全体不分区立委以及区立委候选人吴正杰 在113年1月13日都能高票当选顺利挥出全雷打 所以说他把整个普希改变的不一样 所以说他是一个可做而且可以认真的一个我们的好党员 所以说我们这次把他推出来就是希望我们好人要出来替国家做事 替地方做事 而且我们也希望他透过他在湖西乡的整一个整个把乡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风暴 可以透过他到中央去争取更多的预算 国民党本县宪党部庆祝129周年的党庆当中 首先由主委陈双全致持勉励 随后秘书长黄建廷特别加油打气 对全体与会的党员先进不离不弃表达感谢之意 随后也获得国民党提名的参选区立委候选人吴正杰 在致持中说明自己参选的理念和心路历程 接着表扬资深建林党员 包括是资深70年60年50年40年党领者 这个不用我提醒大家 你看看 疫情期间我们要疫苗 要口罩没有口罩 要疫苗没有疫苗 要快筛没有快筛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 都有人在大发夺难财 小师傅可以去进口快筛 最近缺带一个人的公司 可以拿政府几亿的辅助 然后去进口有问题的发行单 这些种种都不是一个好的政府 应该有的作为 完全没有照顾我们百姓的利益 我们看到国民党以前的贵定中 如何的转变了台湾 让这个台湾从以前很贫困 很贫困的一个地方 开始发展发展到 我们曾经很骄傲的一个地方 一个台湾 不关系我们以前的经济奇迹 亚洲市小龙也好 因为我们大家在前面都很贫困 比我们体内还深刻 以前的生活尤其是三十四年 我们大家过来台湾的时候 那种生活那种困惑 我们这个国民党跟我们建立起来 不用说我们的社会 我们说我们的社会 包括我们这一代也带人家 社会很辛苦的生活 到现在我们看到台湾的社会 一旦让人家父母 让我们过来很安心 这是很简单的工作 是经过来讲到我们社会 都令他两国来解决行动 最后秘书长黄建廷 带领了候选人吴振杰 以及全体与会人员 正被高呼加油与动算的口号 肯托澎湖乡亲全力支持 被提名的侯康佩 全体不分区立委 以及区域立委候选人吴振杰 让他们顺利高票当选 记者王海龙报道 请不吝点赞